为了帮助弱势团体 纽约内心富有关怀中心 联合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小太阳夏令营 免费提供遭受家暴的孩子 心理咨询还有课业辅导 希望能够团结社群力量 帮助受伤的孩童们走出来 回归正常生活 这个夏令营是帮助很多 三十几位家暴的小孩子 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 能够有个地方学习 然后让他们的父母亲 也能够安心地去上班 这五年来我们亲眼看到 很多家暴的小孩子 在很恶劣的环境中 在慢慢地成长 经过他们的帮助 已经变得非常快乐活泼 我们希望呢 我也忽悠大家 在社区的各个团体 也能够支持这个立心 来帮助所有在边缘的这些家庭 很感谢社区 他们很多单位都在支持我们 尤其是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他们连续五年都大力支持我们的夏令营活动 我们很感谢他们 我们也很感谢很多义工 不管是他们是做社工或智商的 以及一些大学生跟高中生 纽约立新总干事刘元芬说 家庭暴力对孩子心理的影响不容忽视 假如没有适当的关怀跟引导 很有可能会让孩子走错路 更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暴力行为 因此他特别呼吁华人社区 能够多多参与这类的辅导活动 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家暴阴影 凡是有兴趣的民众 都欢迎您上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